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像有讲过山苏是属于有维管树的蕨类植物 好想多了解蕨类植物哦 小树蛙 你可以告诉我们吗 我只知道蕨类没有种子 也不会开花 其他的可能要问老师了 那大家吃饱饭 一起去找生物老师吧 老师之前介绍过 蕨类是有根精叶的维管树植物 我们想多知道一些关于蕨类的知识 蕨类是原始的维管树植物 有根精叶的构造 维管树可加速水分和养分的运送 并且支持植物体 所以蕨类可以长得比显排类高大 可是吃草山苏都只能看到叶子 它到底长什么样呢 大多数的蕨类的根与精都埋在地下 这种埋在地下的精就称为地下精 那有蕨类的精是长在地面上的吗 有哦 树蕨类的精就直立于地面 称为直立精 一桶树就是一种具有直立精的蕨类植物 我记得草山苏的叶子是蕨类的柚叶 那成熟的叶子长什么样呢 蕨类的柚叶是卷玄状 而成熟的叶子则大多是羽状腹叶 所谓的羽状腹叶 简单说就是类似羽毛形状复杂的叶子 但是山苏比较特别 它的成熟叶是丹叶 跟一般的蕨类不一样 那蕨类都生长在哪里呢 蕨类通常生活在容易接触到水的潮湿环境 也有一些蕨类像是山苏附生在树上 所以又叫鸟巢爵 我记得老师说过 蕨类没有种子 那它们是怎么繁殖的呢 蕨类的业背有包子囊堆 包子囊内含包子 当包子囊成熟破裂后 包子会随风散布出去 在适当的地方萌发长成新的个体 所以即使没有种子 蕨类也能顺利地繁殖哦 可是我吃炒山苏的时候 都没有看到包子囊堆耶 吃喜菜的时候都被摘要了吗 我们吃的是山苏幼叶 只有成熟叶的叶背 才能找到包子囊 而且不同蕨类的包子囊堆位置 形状不同 可以作为蕨类的分类依据呢 像是山苏的包子囊堆 是现状排列的 笔筒树则是圆形的 蕨类真的是一种神奇的植物呢 又有气又好吃 蕨类除了部分种类的嫩叶 可以入菜之外 高大的蕨类像是笔筒树 还能当作建材 工业上使用的煤炭 大多是远古时代的蕨类 死亡后经过地层作用形成的哦 听起来蕨类真的是很古老的生物 它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啊 我在百科全书上看过 蕨类在古生代就存在了呢 那不就比恐龙还古老吗 我还曾在老师办公室的窗台边 看过蕨类盆栽 所以它们也是很有观赏价值的生物哦 蕨类真的在各方面都很有用耶 有一种特别的蕨类 叫台湾水酒 不要被它的名字骗了 它是一种水生的蕨类 更是台湾的特有种呢 听完老师的介绍后 下课时间 狐狸猫和伙伴们 一起在学校内寻找蕨类 大家找到几种长相不同的植株 兴奋地将战利品和生物老师分享 在开始观察前 先来看看大家对蕨类的知识 记住了多少吧 以下有两张照片 你能分辨出谁是成熟页 谁是右页吗 A 图一为成熟页 图二为右页 B 图一为右页 图二为成熟页 答案为B 关于蕨类的叙述 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A 蕨类以种子繁殖 会开花结果 B 大多数蕨类 切为直立精 C 蕨类是新生代 才出现的新物种 B 不同蕨类的包子囊堆 排列方式不同 可以作为蕨类的分类依据 答案为B 大家都通过小测验后 生物老师带领大家 观察采集来的蕨类 大家找来了好多种蕨类呢 我们先从它们的成熟页开始看吧 多数蕨类的叶子都是羽状腹叶 但是不同种类的叶又有一点不一样 山苏不是羽状腹叶 而是长长的单叶呢 大家可以把叶子翻到背面 观察一下蕨类的包子囊堆哦 小毛绝的包子囊堆是圆形的 位于猎片的两边 毛叶胜绝的包子囊堆排列方式 就像它的名字是深型的 位在叶子的边缘 山苏的包子囊堆是线形的 沿着叶脉分布 每种蕨类的包子囊堆真的都不一样 老师,要怎么看到里面的包子呀 包子囊内的包子很微小 需要用显微镜观察哦 我来示范一下 我们要先在在波片上加一滴水 用镊子夹取包子囊堆 包子囊堆压散后 盖上盖波片 制成波片标本 然后放在複式显微镜下 就能观察包子囊和包子哦 原来包子囊长这样 好像气球哦 大家都观察得差不多啦 我们来复习一下 今天学到了什么吧 一、蕨类多生长在潮湿环境 部分附生在树干或水中 二、蕨类为原始的维管树植物 具有真正的根、筋、叶 一、根不发达 根系很浅 二、多树的筋埋在地下 称为地下筋 树蕨类的筋则直立于地面 称为直立筋 三、幼叶呈卷弦状 成熟叶多为羽状腹叶 三、蕨类以包子进行繁殖 包子位于包子囊内 包子囊聚集成堆 包子囊堆的排列形状 可以作为蕨类植物的分类依据 离开教室前 狐狸猫想到了一个问题 老师 之前学过的无性生殖和郡物界 都有提到包子繁殖 蕨类的包子繁殖也是无性生殖吗? 蕨类的包子在萌发之后 会长出新型的原液体 原液体内会产生金子跟卵 金子与卵结合后 就会慢慢长成大家看到的蕨类植株咯 听完老师的解说后 你认为蕨类的繁殖属于无性生殖 还是有性生殖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哦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by bwd6 by bwd6